大家好 很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因為我剛剛六月尾生日 我們吃了很多餐飯 所以我沒有時間在家裏煮飯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佐敦吃粵式主題的蒲菲 和大家分享一些開心片段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開心呀 今天和家人來吃蒲菲 這裡是粵式主題 我先拍一個環境 因為我怕拍到人 所以我拍得低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一開始門口位是甜品 可能我拍得太快 其實綠色的是榴槤 其餘的我都沒有怎樣吃 我吃了一兩個甜品 因為今天沒有買蛋糕 很搞笑 表妹以為肥佬買 所以表妹即興製了一個給我 寫了一些詞給我 可以和大家分享 很有心機 很有創意 全部都是甜品 我們甜品就一般 家人說甜品都挺好吃 尤其是焦糖燉蛋 表妹和媽媽吃了很多個 到最重要的環節 媽媽最重要就是想吃生蠔 肥佬也是的 訂這間餐廳之前 我們也看看有沒有生蠔 今天是即開蘇格蘭生蠔 師傅都開得很密 每人就行拿兩隻隻 他們都吃回夠本 都已經一人吃了 都一搭 沒有兩搭 一搭 因為我也有排隊幫他們拿 這樣 剛剛又幫媽媽和肥佬 再拿多一段 師傅很快就可以開到 可能我拍著他 有點手震 然後就到月色的紫米卷 我之前也做過和大家分享 不過他這些可能真的比較正宗 皮比較煙韌 我覺得都蠻好吃 一開始我就是吃這個 我覺得不錯 還有我喜歡的沙律 沙律菜 我覺得沙律菜我吃了都蠻多 都蠻好吃 汁又開胃 醒神新� 其他還有很多雜果 紅腰豆 給你加到沙律菜吃 另外就有些懶盤 有些辣的沙律 因為我沒有怎樣吃 有些魷魚 有些五盲綠色的月色米粉 很好吃 還有些雞腳 辣的雞腳 都比較辣 我們全家人都很欣賞這個蘋果沙律 超級好吃 大家可以試一下 然後就一定有壽司 我就吃了少許 我也不太記得 另外還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選擇 另外就是魚生 我家人吃了很多魚生 魚生 魚長吃了幾碟 肥佬也是 我本身不吃生的 所以我沒有吃過 他們都說不錯 就到冷盤 有些龍蝦仔 但他們有沒有吃過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吃 蝦蟹我也不吃 這些冷的蜆 我吃了都蠻好吃 肥佬說蝦很好吃 長腳蟹都OK 青口我也沒有吃過 這樣 還有很多不同的熟食 又有湯 都有很多選擇 菠蘿炒飯 還有蝦湯 他們都說很好喝 有燒牛肉 他們說很好吃 那個燒牛肉 不會硬 很好吃 剛剛好 另外也有很多熟食 不過我就拍不盡 因為現在還未開始 我就先偷部拍攝 我又不想拍到別人 有不同的選擇 大家都可以吃熱的食物 我多數都是吃熱的食物 我沒有吃黑蟹 沒有吃生野 另外我最後也有吃薄餅 還有咖喱 那些咖喱都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粵式豬肉包 我沒有吃過 肥佬也有吃過 都OK的 可以 另外就是 有蔗蝦 不同的選擇 還有這個好像是牛腩來的 我們不吃牛 所以就沒有吃到 這個是有個飯 薄餅 等一下就給你吃 這個咖喱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青咖喱 還有粵式牛河 很多人吃 我都吃了一些丸和菜 OK的 那飲品方面 它也有很多珍多冰 不同的選擇 有雜果賓治 有菠蘿冰 其他的選擇 另外還有一邊有熱咖啡 不過我沒有拍到那邊 還有雪糕 那這一碟就是我吃的 全部是熟的 都很好吃 紫薑也不錯 魚山這些就是我兒獎的 不知道第二碟 都不錯 由於今晚大家沒有蛋糕 我老表就即興拿些朱古力章 寫了一個 Happy Birthday給我 待會再加些蛋糕上去 敏織元朗蠟燭 一樣都是吃了一個很開心的蛋糕 多謝了 非常開心 那今天差不多了 今天都是純粹跟大家分享 我生日和家人吃土飛的精彩片段 雖然拍得很差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個分享 那下集見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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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